Hello 大家好 真的猜不到三星期前 我去公司留学的Marston Spencer 还看到一大堆手机 如果大家最近有走过街 你都会发现到 无论你去到Boost Superdrugs 还是大小的Supermarket 已经是一枝手机都找不到 不要说是手机 连手机的架 你都会发现 已经全部都清得七七八八 其实在今时今日的环境下 就不是一定是找不到手机来买的 不过有一些是好一点的办法 亦都是有一些不太建议的办法 首先说一种不太建议的办法 就是你可以去eBay那里买 不过eBay 今时今日的价钱已经被人炒到贵了 平日可能在商店那里买到一磅一磅的手机 已经被人炒到十磅 甚至超过十磅这个价钱 我看到人家去BIT 竟然是十六磅去买的 我都不知道到最后BIT的价钱是多少 但是我真的一看完之后就买了 因为我会想到 你不只需要买一磅手机 一磅手机可以用得多久 所以我要想一些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就是我会建议你去Boost 或者去Superdrug那里买 只不过你一定要快和早 你看到我这张单 其实我就是昨天早上去买的 我一知道它上货 早上就已经在那里等着 那它一摆上架的时候 不需要十秒钟 就已经是被人买了 那虽然它说每人只买两张 但是你会看到突然有很多 手过来抢 抢完之后就没有了 如果你十点钟去到的话 就会一支都没有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你经常去到都说是没有了 如果要这样撞踩法 要去跟人抢 每次只可以买两支的话 那真的不是长远的办法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不如自己学会 怎样去做这个手洗击器 首先我们是需要酒精的 你看到有两瓶 左手边这瓶是Boost买的 Surgical Spirit 它的成分就是Ethanol 而右手边的rubbing alcohol 我就是Amazon买的 它的成分就是Arsopropyl 那两种都是可以用来做 这个手洗击器的 那我们也都要其他的材料 那你看到有些瓶啊 杯啊那些那些 那也都要Glycerin 再来是希式混淡去 那还有加上你要Ethanol 或者如果你想要其他味道的话 也都可以用一些frequency 另外选胶的时候 都要留意一点 如果你是讲究点的话 最好就是在瓶底那里 它是写着2或者5 你才好用 因为它是不会腐蚀的 另外我们在做之前 当然要注意安全 因为始终火灯是炎的 所以我去做这个Hand Sanitizer的时候 我都会戴上这个手套和眼罩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做我第一个Recipe 这个呢就是做给小朋友用的Hand Sanitizer 我呢就帮他改了个名字 就是Kiss Lime 因为呢 常常都想到小朋友呢 很喜欢用手来玩很多东西啦 那有时加上手骯髒 然后去拿东西吃喔 那所以小朋友这一件事呢 就是一定要对手很干净啦 那我这个浓度呢 就是会是调教到到63%的Ethanol 那为什么会去用到63%呢 那其实已经是比较低的了 因为如果是真的想要杀菌消毒的话呢 那可能要去到75%的 就是不过因为小朋友的皮肤就是比较薄的 那我就不想说用得太重的酒精啦 因为万一他们用多了的话呢 对他们皮肤就不是那么好的 那好了 我现在呢就是拌了这个Avanol Grecerine 加了少少的Alman Oil 那再加上一些那个用Lemon做的那个味道啦 因为呢 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同味的Essential Oil 但是我会觉得呢 柠檬味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 另外呢 就加了一滴Food Coloring 我加了选了绿色啦 因为绿色好像比较干净 那我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现在已经弄好了 那拌好之后呢 我就放了一个袋子 因为我没有一个大的那些漏豆 那我现在放了一个袋子 那有密实袋 那小小个 拉放我拉链之后呢 就拿个瓶子 就再起它 那在袋子里 那在袋子里 装个角落 装个角落 然后呢 就会倒入瓶子里面那里了 那所以呢 其实做的那个方法呢 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跟着那个份量 然后混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样倒入瓶子里呢 那至于我是 你怎么拿出来用呢 你会见到我一个瓶子呢 其实我可以换了一个噴嘴的 遲些 那我换了一个噴嘴之后 不过我现在呢 在做的时候呢 就要吸回它了 那我之后我就转了噴嘴 然后呢 就可以噴 那有时候 譬如说Logic Guide 那就可以立刻再来噴了 这张青绿色的Kisslime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现在就已经搞定了 好了 接着我们下来呢 就看另一个Recipe 这一张呢 就叫Santa Spirit 那其实呢 我是做来 是在家里面用的 是来普通消毒一些 整天会碰到的东西的 那好了 这一枕是 比较重的 那个 酒精浓度 那我是大概 调价到是76.5% 那如果你说 是杀菌消毒呢 其实 这一个 这个浓度是非常之有效的 也不能说太过浓 但是也都因为呢 你噴了下去那些 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 那可能手会触摸到的 或者皮肤触摸到的 太过浓呢 会刺激到伤到皮肤的 那所以呢 我就选了这个浓度了 那就是刚刚好 那这个就非常之简单的 其实就是 用这个酒精 再加上这个冻滚水 一定要是煲过的冻滚水 或者如果你是有一些 蒸泪水的话 都可用的 接着呢 因为我怕那个酒精的味 有些 有些似医院的味 那我就会 加一些 Jewelberry的 那我又比较喜欢这个味 那所以呢 加起上来呢 就会有一些香味 不会说那么绿 好像酒精那样 你现在看到那个瓶呢 那个颜色是有些绿的 那其实如果你是加 火酒加水的话 就是变了绿 但是如果 所以之前你会看到 如果是加Glycerine的话呢 就会是清的 那个颜色 好了 那这一瓶呢 搞定好之后呢 我就会 转了那个咀做一个噴咀 然后就拿来用了 开始噴家 所有 会经常碰到的地方 我都会噴一噴 那可以消毒殺菌了 例如呢 好像说 门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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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全部噴一噴 那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还有其他的recipe 是根据着你需要的 酒精浓度 和你的budget 去预算出来的 那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这些recipe 我也是试过的 亦都是有它不同的功用 亦都是有不同的味道 和它的浓度 那你可以因应着你自己的需要 去做一个personalized的hand sanitizer 不过呢 我建议你不要做一次过做太多出来 因为呢 始终是没有放防复剂 那如果你可以做呢 就是每次一小瓶一小瓶这样做 那这些材料呢 都是几容易可以买到的 那希望你们不需要说 担心要出去和别人抢这个hand gel 那可以自己用这个办法 做一些hand sanitizer 可以殺菌消毒 那可以帮到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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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